因为受到28奈米订单满载 那么半导体龙头台积电第二季的营收 计增超过23%来到1830亿元 超越了财测目标 台积电也会在16号要举办法说会 董事长张忠谋确定出席 会比上半年好 也会比去年的下半年好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预告下半年景气会越来越好 虽然6月营收越减0.7% 但较去年同期增加11.7% 合计第二季营收1830.2亿元 计增23.5% 不仅小幅超越财测目标 还创下单季历史新高纪录 我们会比世界半导体的成长要更为快 接单超望依照目前8寸12寸 以及28奈米制程排队超长 产能都呈现功不应求 中中模透露 未来几年全球半导体业 平均成长幅度约达3-5% 台积电不仅今年营收将计增2位数 未来几年成长幅度也会高于产业平均值 目前台积公司16奈米制程技术 已经狼刮了集体电路制造 服务领域中最大多数的16-14奈米产品 并且预计在103年排入超过20个来自不同客户 横跨各种应用的产品设计定案 台积电预计7月16号举行法学会 张中谋确定出席 由于今年4G聚会手机带来换机潮 加上苹果新机iPhone6引发高度期待 外界对于台积电下半年发展看法乐观 还有带张中谋亲自说分明 林宋臣妇 看不到